歡迎大家收看 Don't Do This Channel 今集就和大家來到這裏啦 在我身後面這個就是加拿大溫哥華機場 這個就是機場的一個觀景台 可以看到航南這個機場的四周 這裡還有一個好像地球那樣的外形 一個高的地方可以給小朋友走上去 你看看澳洲 我們試試找香港才走去 東京 首爾 這裡是香港的 它距離溫哥華機場是有1272km 好了 可以走上最頂 哇 就可以航南整個機場 還有你看一下外面 有些飛機升降可以看到 這個公園還有很多好像自飛機外形的椅子 可以坐的 這裡還有很多資訊牌 是說回溫哥華機場 YVR的一些歷史 除了有真飛機跑道之外 還有一個給小朋友玩的小型跑道 都是以一個標榜台 都可以拍照的 這裡還有一些餐桌 可以買少許東西吃 過來坐下來欣賞一下飛機 還有吃一點東西 給小朋友走動都可以 這個觀景台其實都是大量的車位 這裡其中一個的停車場 其實在前一點 那裡都有大量的車位 可以為大家去拍車的 喜歡好玩的朋友 就千萬不要在這裡 做好玩的 因為牌的機場 因為牌的機場 因為現在 那邊很怕的地方 其實他都知道 會用GPS 來自拍 究竟你是否去了一個限飛區 例如機場 會限制起飛 不過這裡也有點大風 因為很空曠 如果來的朋友 都要帶多幾件外套 我經常在想 如果在機場工作 你剛才都聽到 那些飛機聲說 其實都很吵 那究竟 怎樣去保護他們的聽覺 今集就會和大家去分享 嘩! 剛才在機場那裡 真是很吵 這樣 回到這裡 安靜很多 那在今天 和大家講 就是 那個噪音 怎樣去和生活 有所關係 和有些影響 那些人 或者我們都經常說 要保護那個聽覺 那樣 但是 有很多時候 你又不是說 真是很保護自己的聽覺 又沒有什麼去留意 其實可能和我們工作的場所 都很有關係 因為可能在香港也好 在溫哥華也好 或者其他地方 英國也好 其實可能做的工作 大家都可能在一些 辦公室工作 寫字樓 可能很少在一些 高 叫高噪音的地方 或者 一些工廠 或者一些維修場 那樣 其實家裡 都很有機會 是有噪音的 是不是很吵呢 其實 可能大家家裡 都會試過這樣的情況 去很吵的 那 說到噪音 就是大家有一個 Terms 叫做 分貝 分貝 有個小階D 然後有個大階B 那分貝 其實 我們跟著 其實 都看一下 有一個表 我想去和大家分享 這個表 其實就是一個 分貝 級別表 來的 其實呢 就經常說 就是 有幾個分貝 啊 什麼聲音 有幾多 其實這個表 就有講到的 其實是 3M 去出的 這樣 那這裡 分了左右 你看到 這裡 是有個住家的分貝 級別 還有工作 場所的 這樣 那你會見到 啊 這個 樹葉的 擦擦聲 是20 這樣 冰箱的 時時聲 翁翁聲 不好意思 就是30 這樣 那 落地線 那就是那些風扇 40 說話都有50 那 說大聲一點 可能高一點 那 中型汽車內部60 這樣 那 我不逐個逐個說了 即吸塵機 70 說一些 噪音大一點 譬如 去看演唱 會有搖滾音樂 會有rock 那些 哇 整100分貝 電鋸又更厲害 這個籃球比賽 那就是他 舉些例子 那 槍 槍他最高 槍為什麼是家用呢 住家呢 我也不明白 那 就160 db 分貝 那 你看一下 即工業場所 其實都 我們都會有機會 會接觸到 不過他這樣分類 其實 就 飛機那個 降落的聲音 哇 剛才那個機場 這樣 那裏都 可能都會有 100 至 140 這樣的數字 那 就是打釘 氣動打釘 100 這個 這個 隨鑽 就百幾 那 那 那 冷氣 60 那 都市交通 都78 那 大家就可以知道 原來我們的生活當中 他有沒有寶寶仔 很多呢 其實都是一些 高分貝的 一些項目 那我們就要想 這些 這樣的數值 究竟呢 究竟 是 怎樣影響 我們的 身體呢 那我就 show 下一個 就是 表給大家 去跟大家分享 這個呢 這個呢 表呢 就是 分貝呢 對 人體 那個 健康的影響 這個圖呢 你看 很可愛 就是很多 台灣 紅 那 其實它是真的 在台灣 一些 職業安全的 網頁找回來的 那 其實呢 他就說 就是我們看 一些 高分配的影響 那 其實呢 120 至140 其實呢 就會 永久性 聽力損失 那 其實有些什麼 對應就是 怎樣才可以 做到 140 分配呢 其實剛才那個表 都有講到 不過這裡又會 再講一些 就是 那些 飛機引擎聲 那 剛才呢 飛機的起降 哇 好在呢 我們都不是說 長時間逗留 在那個 那個空間 如果不是 我們可能 都會聽力受損 這樣 那這個都要 留意一下 這樣 那這個呢 90 至到 120 都會引致 這個 聽力的損失 那這個 真的都要 留意一下 如果呢 75 至90 好像呢 剛才 就是如果 嬰兒哭 這樣 我想 100 都有 那原來 會降低我們的 工作效率 甚至呢 就是聽力的損失 這樣 那這個就是 這個的 range 那如果你 65 至75 的分配 其實都會 disturb到 別人去 說話 這樣 那有些 positive 就是 40 至65 其實這個 就是分配的 level 其實可以 幫助到 可以讓我們 舒服的 去學習 看書等等 那如果 睡覺呢 就是去到 20 至到 40分配 那下面 都有些 如果 墳機 就70 至90 地盤 80 至 100 10 那樣 樹木 吹風 都有20 至40 那這個表 就是 這個分配 對人體 健康的影響 其實 噪音 是對人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所以 今天 就 跟大家介紹 這件事 那這件事 是甚麼來呢 就是 3eng worktunes 防噪耳機 這樣 那其實 防噪耳機 就很簡單 其實就是 找東西 塞住耳朵 把音量減低 那其實 內裡 都是很多技術 想跟大家分享 那 首先 名字 work 其實就是 在一些 很大噪音的工作環境 剛才 例如 機場那些 人 那 還有 就是一些 可能 我想到 有時候 搭船 搭船已經很吵 在 引擎位那裏 那裏 如果你去那些 即是 機房 那裏面 更加是 好吵 那就需要 去帶這些 工作 的 降噪 耳機 這樣 但這個是 work 那 tunes 其實tunes 其實是 一些 曲調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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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耳機 其實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 聽 聽歌 聽三音機 聽電話 那它是有 藍牙的 你看到 Wertooth 這樣 那我們 看看 究竟 一個耳機 究竟是 可以 就是 降到多少個 分貝呢 這個 都很重要 這個 寫著 這個 24 db 即是 分貝 但是 就寫 NRR 究竟 NRR 又是 什麼 來的呢 我先做一些功課 馬上拿出來 看不看到 這裡 對了 NRR 就是 這個 叫做 Loyce Reduction Ratings 即是 一個 降噪值 這樣 其實 這個 降噪值 就是 一個美國的 標準 來的 但是 要計一條數 我在下面 都寫了 一個 Equation 這樣 其實 它 就不是 就這樣減 這樣 剛才 那個 就是 3M 那個 降噪 那個耳機 其實就有 24 分貝 這樣 就不是 就這樣說 飛機聲 110 我就這樣減 減24 就OK 它不是這樣 它其實 就要把 這個 值 再要 減7 這樣 才是 真正 可減低的 以來的 噪音量 這樣 即是怎樣 這個耳機 其實 按著 這個Equation 去計 就是 24 再減7 這個分貝 就等於 這個 17 17 其實就是 可以減低 那個數 這樣 這個 就是 那個 NRR 那個 Standard 這樣 其實 你又再看 這個 包裝 這樣 待會我們 開箱 這樣 其實 它這裏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裏 其實 就有個 叫 SLC80 寫著 27.9 分配 又是 什麼 來的呢 我又拿 另一張 功課 其實 就是這個 就是 叫 SLC80 這樣 就是 Sound Level Conversion 80% 這樣 這個 Standard 其實 會在哪裏 用呢 就是澳洲 還有 這個 這個 紙在那裏 刮刮刮刮 所以 有點 噪音 這樣 這個 就是澳洲 和紐西蘭 用的 Standard 這個 直接 就是 27.9 分配 這樣 它 就是 定義為 Cast5 這樣 Cast5 其實可以防止什麼呢 就是 我 檢查 它的資料 就是 防止一些 射槍 真槍 不是 BB彈 或者 氣槍 那些 真槍 其實它 就是 Cast5 可以防止 這個 耳機 其實是可以 你 做一些 射擊訓練 就可以 去 帶 這個 就是 耳機 就可以 保護你的 聽覺 這樣 好了 那 然後 這裏 其實 包裝裏 都是 講 這裏 有什麼 功能 藍牙 有 這個 收音機 可以 接電話 Hifi 聲音 音質 很好 這樣 那 不如 和大家一起 開箱 嘩 準備開箱 這樣 那 其實 我買 這個 耳機 這個 降噪耳機 我其實都是 給這個 封面 吸引 好像 其實去 開飛機 這樣 又有一條天線 這樣 這樣 其實都是 挺 英俊 這樣 還有我 真的有個 工作的需要 這樣 因為 我都是 有維修 汽車 這樣 還有做一些燒刊 的 情況 所以 都有個需要 那 我開了它 這個 盒子 就是這樣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本 說明書 那些 裡面 沒有了 沒有東西了 已經 那是所有 它有 Webtoons 其實 它都 挺精美的 那 其實它就是 進入 這裡都寫著 進入 兩顆 那些 AA電 1.5W的 那些 那 它就 即是 有些 不同模式 有些 GOOTOOF 有些 怎樣 去 input 音樂 這樣 直接 可以插 一條 線 即是 有個 好像 AUX 這樣 AUX 模式 這樣 這裡就是 那些 功能 這樣 都 挺厚的 這個 是不是 別的 文 通常 其實 一本 說明書 只有這麼多 這樣 都是 幾 幾 似一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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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有時候 我也不知道什麼 應該有法文 因為 加拿大 買的 其實 這個 我買了 其實 是 一百 一百二十 元 加指 這樣 那 大概 港幣 八百 元 加稅 這樣 一百二十 元 一百二十 元 加指 這樣 就 乘回六 大概七百幾 八百元 因為有稅 這樣 好了 到這個 主機 這樣 有沒有電 沒有電 這樣 稍後 進電試一下 這樣 它又有這些 扭的按鈕 一些功能的按鈕 這樣 這樣 都是 幾 精美的 這樣 但是 我覺得這個 這個 灰色 就是 跟 跟 剛才 相片的 封面 好像 都差不多 差一點 就是實體 好像 沒那麼 沒那麼 這樣 這樣 這裡 有條天線 其實 我 應該是 那個 AMFM 那個 Radio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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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很 軟 這樣 終於找到兩顆電了 這樣 可以嘗試 進去 耳機 看看 效果 這樣 這樣 它在這個位置 這樣 拍開它 它挺好的 這個蓋子 不會掉出來 這樣 按回 這樣 就正負 這樣 進去 都要挺緊的 真的有點緊的 那些位置都剛剛好 對 它是AA電 這樣 OK 這樣 進去 這樣 就拍了 不知道我的電 有沒有電 有時候 電都是 沒有電都放在這裡 這樣 那它 那它有幾個按鈕呢 先數一下 這裡有一個 這裡是開關按鈕來的 這樣 這裡有個扭扭按鈕 可以扭一下扭一下 這裡有個 source 應該是可以去 其他的channel 這樣 這裡有個 function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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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試一下 那另外 這裡就有個 USB 充電 這樣 那其實為什麼會充電呢 其實 它可以配一顆 即是3M專用的一些 充電池 那你就可以去 就是 充電 那就可以用這個 Micro USB 那個頭 去充電 那 但是我 有時候覺得 進入AIR電 更方便 那另外 這個 就是 一個MPV 你看 它有寫MPV 可能大家看不到 但是它寫著MPV 其實 就是等於個 AORS 那你搏條線下去 直接插下去 那你就可以去 聽到歌 這樣 那好啦 我試一下 這裡還有沒有呢 都沒有了 其實 跟著有條天線 那 好啦 我試一下開 開呢 它是 領的 不是喔 按喔 按喔 按的喔 不是領的喔 按 這個領呢 你看到領呢 就是那個Volium來的 那應該要按著它 OK 那你見到啦 這裡藍燈 著了 按它一會兒 它就 呃 代表它按了 這樣 那我試一下戴一下 先 那條 條線呢 都要撥出來 對了 軟的 不過 你看到了 就算新呢 你看到這個位呢 已經是 歪歪地 你聽到有些聲音 對嗎 現在就應該是收音機模式 這樣 有沒有分左右的呢 我都試一下戴一下 這個呢 這個呢 是教 大小聲啦 這個呢 原來 現在是教台的 我都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那 那 它是很有趣的 因為它沒有一個 叫做 dispame 那它呢 就靠很多 語音去跟你講 但是它在講英文的 譬如你教台 105am 這樣 那它就會告訴你 105am 這樣 它會用英文講 這樣 那扭這個按鈕 對了 1442 這樣 那 它就會告訴你 有這個台 這樣 那我試一下按下 第二個mode 這個 這個呢 就會 轉 AM 然後再按一下 我聽到它說 Bluetooth 這樣就轉了Bluetooth Line Line 即是用Aux的頭 又回到AppN 那我試一下按下第二個按鍵 這個 這個要看書籠書 它講什麼 我都聽不清楚 這個要看書籠書 這個要看書籠書 它講什麼 嘩 其實呢 真的 我先關上它 真的 按緊就關上它 對 對 它也有說 嘩 真的 是 自己說話 都 聽不清楚 其實我剛才 跟大家說話 其實都是 嘩 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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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那個 就是我還沒有搏 藍牙 藍牙 如果搏 藍牙 都是 配搭 你那個 device 這樣 譬如你電話 或者你有些音響 你都可以 配對它 這樣 這樣 還有它是 有 有 咪的 咪呢 它就 可以接電話 這樣 但是 我也想著 接電話 如果是一個很 吵的環境 這樣接電話 別人聽不聽到呢 裡面當然你聽到別人說話 那 但是 這個 咪的收音 你應該 這裡 這裡 有一個點 應該是個咪來的 咪 咪 那 效果 又如何 可能 稍後 再測試 這樣 但是 它那個 其實在大陸 都是 挺舒服的 這樣 真的 聽不到自己說話 那個 降噪效果 我覺得 都是 真的 不錯的 這樣 如果你去一些高噪音的環境 那 其實 都是很合適的 這樣 不過 有一件事要提醒 不是 降噪的效果 越 高 就代表 越安全 是 對於你的耳朵 就不會受損 這樣 但是 如果你在一個環境 完全聽不到任何聲音的時候 其實是會引伸一些危險出來的 譬如 喂 你突然間 有東西倒下來 你走開 這樣 不是倒下來的 你都聽不到的時候 其實你會帶來另外一些安全的問題 簡單來說 未必是安全 所以 這件事是另外 如果帶這些 叫降噪的耳機 其實 去選擇一個 合適的 分貝 降低的分貝 都是很重要 要你看一下 你是否真的很吵 如果是很吵 當然要高一點的分貝 降低 但是 原來 不是 原來 只是 想降低一點 可能不用買 Class 5 這些 叫做 降噪率這麼高的 一個 就是 耳機 可以買一些 降噪率低一點 其實 可以貪他的 樣子 有個外形 這樣 所以 這個 都是 大家去留意 這樣 這樣 去到 這裡 這樣 Don't do this 最後的環節 通常 說 就是 有一件事 就是 不要做的 Don't do this 這樣 那 今集 想說什麼 其實就是 我們 剛才 開始都說 其實我們都很少去 理會自己的聽覺 這樣 就是 隨便 然後 吵 一會兒 一會兒沒事 掩著耳朵 這樣 大家 其實都 就是 如果 有一些 就是 草音的環境 都 不要去 忽視他 就是 不要去忽視他 這樣 你都要正面 去 想一些方法 如果 你那個 工作環境 或者 經常去的地方 都是很吵的 你可能真的要 買一些 降噪的 一些耳機 或者 做一些 措施 怎樣可以令到 那個環境 降低 那個噪音 去 保護自己的耳朵 耳朵很重要 大家又可以聽歌 或者 跟人聊天 或者 看 Don't do this channel 這樣 都是用耳朵的 所以 我們一起 都會 去保護 聽覺 這樣 希望大家 繼續 去收看 Don't do this 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